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Mr.DIY Group Berhad 马股代号5296 Mr.DIY Group这家公司截至2021年 全年的业绩表现算是不熟的一年 让我们来闲聊Mr.DIY这家公司吧 Mr.DIY集团在2021财政年第四季度的营业额 同比是增长了26.9% 达到了9.754亿令吉 是高于2020年同期的7.683亿令 当然主要增长的原因 就是Mr.DIY的整体的商店总数增加 以及取消了前期也就在2020年实施的封锁 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 Mr.DIY这家集团的门店 还有在网络在2021年第四季度 增长了22.6% 从原本的734家门店 增加到了900家在一年的时间内 相应的总交易量 也是同比增长了19.8% 到了3310万次 在这个季度呢 也就是Q42021年这个季度呢 它的营业额的增加 还受到了每家商店 平均的 平均每个月份的销售额增加 还有平均购物栏的增加的推动 在整个2021财政年第四季度呢 分别同比增长4% 还有7% 在2021年第四季度呢 Mr.DIY这家集团的毛利利润呢 同比是增长了19.5% 达到了3.936亿令吉 然呢 他的Gross Profit Margin的毛利率呢 大约为40.4% 同时下降了2.5个百分点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由于Mr.Dollar的收入贡献增加 整体投入的成本上升 还有它的利润率呢 有所下降 截至2021年12月31号呢 Mr.DIY的集团呢 拥有53家Mr.Dollar的商店 而截至2020年12月31号呢 只有14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是大约翻了4倍多 Mr.DIY呢 在这个季度呢 还从其他的营业收入呢 取得了1,070万令吉的 主要归功于呢 安全和公用事业的折扣 增加约620万令吉的 租贫抵押金 这将使他们的营运开支项目之下的 710万令吉 还有相应的产权摊分所抵消 其他经营的收入呢 主要包括一些管理费啊 还有一些租金回扣的优惠 跟2020年同期相比呢 Mr.DIY这家集团的管理费用呢 同比是下降了26.7% 主要由于呢 在2020财政年第四季度呢 没有产生约890万令吉的 一次性上市的费用 那营业费用呢 同比呢 还是增长了31.8% 扣除了一次性上市的费用 主要呢 是由于业务扩张导致员工 还有公用事业的成本有所增加 以及上述的门店数量的增加 一致的使用权 资折旧也有所增加 反过来呢 Mr.DIY这家集团的税前利润 Profit Before Tax 还有税后利润 Profit After Tax呢 分别是同比增长25.7%和24.3% 达到了1.79亿亿亿 还有1.36亿令吉 尽管呢 Covid-19大流行呢 带来了充满挑战的零售经营环境 但是呢 Mr.DIY这家集团呢 他的财务报表呢 截至2021年12月31号呢 这个财政年度呢 累积的营业额为34亿令吉 同比对比202财政年度呢 是同比增长了31.8% 营业额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 Mr.DIY的店铺数量有所增加 还有呢 他的新店铺呢 拥有着积极的贡献 以及更高的平均购物栏的大小 后者也上涨了10.5% 跟2020财政年相比呢 Mr.DIY在2021的本财政年度的毛利利润呢 同比是增长了27.5% 达到了14亿令吉 主要呢 是因为营业额的增加 虽然部分呢 被较低的毛利率游缩掉了 在2021财政年呢 毛利率是下降了1.3% 主要呢 就是由于比较高的投入和其他成本 以及收入的利润率呢 被稀释掉的Mr.Dollar的业务贡献 其他的营业收入呢 是增加到了220万令吉 主要呢 就包括了安全和公用事业的折扣的增加 租费押金约620万令吉 还有租金优惠约370万令吉的锁定 锁定期间的商店呢 和600万令吉的管理费 在这个财政年呢 Mr.DIY的管理和营运费用呢 分别同比是增长了13.8%和34.2% 跟业务一致扩张的活动 导致员工和公用的事业成本增加呢 是符合的 2021财政年呢 集团的报告 也就于Mr.DIY集团的报表的 Profit Before Tax PBT 还有Profit After Tax PAT呢 累积为5.864亿令吉和4.318亿令吉 Mr.DIY这家公司呢 现金流呢 暂时来说呢 还是表现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呢 他的资金的比例呢 是达到了1.73的coverage 还是不错的 但到了2021年呢 因为呢 营业额还有Profit的增加呢 看到是上升到了2.02 所以Mr.DIY呢 手上的资金呢 还是足够应付短期的 所有债务的 Mr.DIY的管理层呢 仍然是有信心的 因为呢 他相信Mr.DIY这家集团呢 有能力继续实现 可持续性的长期增长 尤其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呢 有着内在的优势 Mr.DIY旗舰店的强大单位 即效益 以及尽管存在着 COVID-19的不确定性呢 也没有让他们呢 延时了他们的新店增长的战略计划 虽然他们还有面对 比如说通胀啊 还有供应链的压力 但是呢 Mr.DIY的管理层呢 致力为客户提供价值 还有便利 Mr.DIY呢 在遍布全马全国呢 有900个网点 18000个产品的 SKU的广度 还有呢 Mr.DIY的管理层 永远承诺的 就是永远低价 让所有呢 社会大众呢 一起他们的共鸣 主持人 谢谢大家